那条片子播出去以后 我的这个粉丝群里面 刘老师知道最直接的反馈是什么吗 女粉丝炸了 万表流行力 康康也给力 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请康老师来啊 说好的要请康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2021年万表流行力介绍的部分表款 那么我们就从我们最新介绍的内容开始吧 我们先说是宝珀的Air Command空军司令 这个康老师请给点评一下 我记得就是这款的这个 第一代的产品是前年出的 19年出的 当时是一个黑颜色的 那么因为我最近总结说这个 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什么 是这个爱与死 那么钟表永恒的主题是什么 就千万别跟大众去聊什么机械性的 就是这个不是大众层面讨论的东西 就是大众层面讨论钟表 基本上就是两点 一个是尺寸 一个是色彩 所以呢就是今年的宝珀的Air Command就除了有颜色的款式 予以迎合目前市场上对于绚丽色彩的这种需求 接着说接着说 但空军司令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做成蓝色的 我觉得它反映的是空天一体的战略空军思维定位就是不一样 你们也是有福气的对一件事情有多种看法也不错 然后它是源自这个美国的空军用的一个专业的非反即时马表 然后结合了目前这个最前沿的质表的材质还有设计 所以呢就是一个非常古朴又能在细节中看到这个前沿现代感的这么一个非反即时马表 宝珀的空军司令呢就是表面上看是一个复刻 但实际上呢它除了外形复刻以外呢 它的机芯已经全面的提升 比如说它用了F38B机芯 这里边配备了高振品 配备了硅优斯 当然还是这个集成自动上弦的这个计时机芯啊 业界很有名的 OK接下来要说的表呢是很有特点的 就是吸铁城的哈孤头2的联名限量版 据说是一个跟航天有关的表 因为航天是2021年最热的词 对一般我们提这个航天表啊都是这么说 我们用的是航天材料啊航天技术啊 但是吸铁城的哈孤头2呢 大家可以看个视频啊 可以这么说 就是航天器用在我们的技术和零部件 所以呢它用这个呢做了两款表 一个是月海 一个是月象 然后外形我告诉你 看起来都是像超把 对 当然不光是这些了 它那个表盘用了一些很先进的这个技术啊 营造的是这个月球表面啊 包括在表背上有登月器的图案啊 雕刻什么的 还是很有意思 当然这个航天表聊完了就是我们又回归到这个潜水表 这个潜水表呢应该也算是这几年比较热的这个题材啊 吸铁城也出了几款潜水表 其中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啊 叫河豚 这河豚那东西呢 听起来并不是很雄壮的样子啊 但是呢你仔细看你会发现 河豚它其实代表的是于什么呢 比如说价格清明啊 实用啊 皮饰啊 这几个特点 这个应该算是吸铁城比较擅长的吧 说明一点啊 吸铁城出潜表不是为了蹭热度 他们制造潜水表呢有很长的历史了 OK说了半天潜水 我们说回到航天啊 这个我跟康老师呢合作做了一款很精彩的视频 据说在网上传的这个现象级的 现象级的这个播放量啊 这就是随着神舟13号发射升空 菲亚达出的一款中国航天系列的新款腕表 而且现在神舟13号还在执行任务 还属于神舟13号的任务期 对 这个呢我觉得作为这个中国人啊 就是对这个中国航天要具有寄予这么大的希望啊 这款表可以说代表了我们很多国人的心声 所以它出的还是很是时候的 吸铁城的腕表我们今天介绍了三次啊 比如说从这个深海汉匠啊 还有其他的光动能的这个潜水表啊 最后介绍到了八戏机械表 它是吸铁城的高端防磁的运动机械表 它不是那种五六万元价位的机械表啊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八戏跟那个价位去比 但是在这个它所在这个万八千那个价位里呢 它还是有很强的竞争性的 比如说它的机芯 它的防磁能力啊 还有洞杵啊 各方面都不一样于依它的2824 2824它是很坚固很耐用的瑞士机芯 而且故障力非常低 那么巴西呢也是这个定位的机械表 好的 咱们说点有温度的啊 浪琴的名将乐像女表 这个我记得请康老师也跟我们就加盟介绍了一下 然后那条片子播出去以后 我的这个粉丝群里面 刘老师知道这个最直接的反馈是什么吗 女粉丝炸了 说一个女表两个大爷在那套套不绝 怎么得有一个美女吗 然后就两个老头在那把这个表给说完 对 我们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你看浪琴的女表是很优雅的 对吧 然后呢为了形成这个鲜饼的反差 所以找了这个两个大叔来介绍这些东西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通常讲都是什么机械啊 复杂功能啊什么的 但是呢市场上表明呢 像浪琴不管是男表女表啊 都是非常受欢迎 都有很大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所以呢我觉得为了对得起大家呢 我们还是很认真的 把这个浪琴女表的这些亮点 一个一个给说出来 比如说它的外形设计啊 就是有一种很优雅的传统 对吧 还有点评的那个月项表盘啊 都是市场上很认的 很爱看那一只表 对 有很多很多值得琢磨的细节 对 而且呢就是我们请康老师 点评了浪琴这个品牌 大家有时间应该回放一下看看 康老师是怎么点评这个品牌的 不管是男表还是女表 康老师点评都是管用的 你说浪琴表到底怎么样啊 说实话 勇敢点 就是如果你想体会 对瑞士百年的钟表文化 浪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们只能先说到这儿了 大家知道康老师是这个 对这个航空航天的题材 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已经预约了 康老师的时间 给大家专门做一期 这个航空航天的万表啊 今年的部分新品 我们只能点评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感谢康老师 谢谢 再见 再见 好